接下来还要说一个插温放大电路 这个插温放大电路跟前面不太一样 叫做带有源负载的设计偶和插温放大电路 这个电路一看去管子多了点 对于这个电路你能不能认出来 这个电路它的结构特点 以及它各个部分的电路的功能 这个比较清楚是吧 这个部分加上这个电路 这一块电路就是个电流源 这个电流源我们说是不是可以就化成符号了 是可以的 上面这个地方不一样 原来是两个电阻现在换成两个管子 并且这个管子结构看上去很熟悉 这是不是也是个电流源 对这是个镜像电流源 所以这两个都是电流源 但是这两个电流源的作用不一样 下面这个电流源就完全提供静态功能的 上面的电流源是做负载的 所以它称为有源 为什么叫有源负载 这两个电阻换成三极管 这两个电阻换成三极管 是不是有源器件了 有源器件做负载 所以它叫有源负载 这个名字根据什么地方给它命名的呢 就这一块 就这一块 好 那么静态的时候怎么样求 关键就是电流源 如果你把这个电流源求出来 那么就和剩下问题就和前面一样的 这个电流源怎么计算呢 根据前面电流源电路去算 这个电流源电路前面我们是知道这样的 IE6约等于IREF IREF怎么算呢 这样算 算出来 那么IO就等于IE5 就约等于Z5 注意这两个电阻它为什么这样放 实际上就是改变这个 调这个电流的 调两个电流的 你把这个电阻比这改变以后 这个静态电流就变了 静态电流这样算 这里就不多说了 就电流源第一节的内容 第一节之事 好 这个电路我们可以把它表示成这个 刚才我们说过嘛 这一部分不就是电流源吗 我们已经算出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是多少 我们算出来了 然后用这个符号表示 这个电路一看 这简单多了 唯一不同的呢 就是上面两个电阻换成了三级管 变成了一个电流源 那接下来动态分析怎么分析呢 在这个电路上分析 这个电路上面 求动态 怎么化电路啊 直流电压源基地 对不对 这里接地 这里也接地 这个开路掉嘛 就是它了 这个电阻到哪去了 注意两个数端 现在我们是考虑的叉谋输入啊 两个叉谋输入的话 这个电阻是短路的 没有 所以这就是它的交流通路 跟刚才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两个地方原来换成 原来是电阻 现在变成电力源 好 接下来关于动态指标的分析 在这个电路上进行 在这个电路上进行 大家要注意这个电路的特点 你想想看 如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单段输出 单段输出 如果上面是电阻的话 就是应该是二分之一的双单输出的 这个大小 增益是二分之一的 增益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一边输出 你这边的变化就没有反应到输出去 它就变成了一半了 如果是双端输出 那你这边变化 这边变化 它两边同时变化 你这个倍数就大了 现在换成电流源 实际上有这个好处 大家看啊 这边的输入信号 它会影响 引起这个IB的变化 这个IB变化 引起IC的这个变化 这个IC变化 引起这个IC变化 这个又是镜像电流源 这边的电流变化 它就会影响到这个变化 所以左侧T1管的变化 实际上会反映到T4 这个管子上来 就把左侧的变化 反映到这里来了 虽然看上去是单端输出 实际上呢 它的效果和双端是一样的 原因就是 这个镜像电流源 它的镜像电流特点 使得T1管上 极电极的这里的电流变化 通过镜像电流源 反映到了T4管的极电极上去 这个T4管极电极电流也会变 它一变好 T2的这个变 它这个变 结果这里的输出就变成两倍了 因为左边右边这个输入是反向的 反向的 所以使得这里边的输出就变成两倍了 这就是有源负载电路的好处 用电流源做代替电阻 带来什么好处呢 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效果一样 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效果一样 这个电流源在这里就很有特点 很有特色它的应用 这个地方它并不是一个静态偏执 它实际上是把静态 这个镜像的这种电流关系保持了 而这边的电流呢是受T1管控制的 这边电流的变化受T1管电流控制 T1管电流变化 它这个管子这个电流也变 那导致这个电流变 这就是定性的分析啊 下面就是定量 这有一些近视 这个地方啊 这里列了个KCL 就是这里 这个方程 这个KCL在这里 因为这个β值远远大于1 所以这个加上2呢 忽略掉 去掉以后 就和它相同 根据镜像电流源的关系 这个Ice和这个Ice相等 这个Ice和这个Ice相等 这个Ib和这个Ib也相等 这两边的Ib电流相等 这个Ice相等 是吧 这个结果都有 这右边的图 大家注意一下 右边图只画了T4管 T2管 这两个管子的交流通路 交流小信号等下电路 画了这两管子的输出回路 输出回路都没画啊 T2管的输出回路 T4管输出回路都没画 只画了它的输出回路 这是输出回路 受控源 R11的电阻 受控源R11电阻 这个地方出来VOR 单端输出 这个受控源的控制量 这个受控源的控制量 这个图注意啊 我们书上教材上面 不知道大家那个版本 有没有改过来 这个图最开始有点问题 就这个图 化成这种形式呢 才是对的啊 这个电路有了以后 我们可以列写方程 这个地方有一个KCL方程 KCL方程 一个流入电流 一个流出的 两个流出的 三个流出的 是吧 这个节点 我们可以列一个KCL方程 一个输入 三个输入 一个流入 三个流出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流入的电流 这个是流出的 流出的 流出的 三个电流 这个关系 从那边导出来的 这个关系 本身T2管的关系 这个方程有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写出 它的争议了 VOR比上VID 就是它的电压争议 VOR比上VID 从这个表达式 可以导出这个结果 这就是它的 单端输出时的插模争议 大家看到 这个表达式的分母上面 没有那个2了 这里没有2了 因为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出 单端输出和双端输出 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因为上面的 静线电流源 静线电流源 就可以使得这个结果 变成这样一个情况 接负载以后 这个电路 刚才是没接负载 这里开路的 现在接了负载 有这个RL 有了RL 这个电路就变成这样的 变成这样 这里电流就有了 刚才这里是开路的 现在有了 所以这个节点 相当于有5个支路的电流 1 2 3 4 5 5条支路电流 一个KCL 得到结果就是这个 把这电路并上去 负载电路并在上面 一般情况大家知道 这个R21 R21要远远大于RL 所以这两个电阻很大 干脆就把它开路处理了 所以一般可以近似写成这个 这个结果实际上就是 我们前面供测放大电路结果 对吧 双端输出 供测放大电路结果 但实际上它现在是单端输出 它的效果 单端输出的电压争议 接近于双端输出电压争议 原因就是用了电流源 代替原来的电阻 做极电级的负载 供模争议也有类似的结果结论 这个就不说了 这是我们这里谈的一个双模的电压争议 双模输出电阻还是它 输出电阻 输出电阻也特别注意 因为上面原来R21的电阻没有了 这两个电阻没有了 那剩下的电阻是什么 从这个端口看起来 这个T4管的极电机这里有一个电阻 T2管的极电机这里也有个电阻 这两个电阻并脸 也就是说从这个图上 你要看输出电阻的话 从这个端口加一个测试电压进去 上面这条置路 下面这条置路就是并脸的 这里接地了 这里接地了 所以这个电阻和这点是并脸 两个电阻并脸 这个输出电阻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共模的输入电阻 当然仍然比较大 因为它有这个RO5 RO5是什么东西呢 T5管极电机这里看进去的等效电阻 这里看进去的等效电阻 就是这个电流源的那种 就是电流源的那种 就这一款 共模的输入电阻 这个共模输入电阻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刚才我们说了 共模的是不是两个输入端 大小相等相为相同 这边两个植物应该是什么状态 什么结构 需要并脸吧 所以这里好像缺吧 对这里要缺 这里写错了 缺二分之一 括号括起来 加个二分之一 这里的输入电阻 还少掉一点 括号括起来 加二分之一 这个表达式是有问题 好 到此为止 我们第二节介绍完了 插分之放大电路 大家看到 插分之放大电路 跟前面的放大电路 都不太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呢 倒不是说它分析动态指标不一样 分析过程不一样 实际上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它把信号分成两类 一类是插模输入信号 一类是共模输入信号 分成这样两类以后 它产生了这两类不同信号的这个争议 这是它的差别 其他的像都是最后都是以共设放大电路的结论 得到它的这个放大电路的动态指标 这都是类似的 所以 所以插分式放大电路 插分式放大电路 非常重要的就是插模信号 共模信号的这些概念 这些概念弄清楚了 那你插分放大电路呢 理解就比较清楚 如果你还不能够清楚的 理解插模信号共模信号 那你插分放大电路学起来就困难了 感谢 Renault 您的 생각 allein 懒基本是在 faith 嗯 阳issant